大家好,我是彩虹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清凉解锁的美食 既简单又好吃 首先准备300g铁锅筛药 改刀切成小段 装入盘中 80g绿豆提前浸泡好 清洗干净 同筛药一起放入锅中蒸熟 绿豆熟得比较快 水烧开后计时蒸10分钟 像这样用手轻轻一捏就碎了 这样就行了 切记不能增开花了 筛药需要蒸20分钟左右 然后将蒸熟的筛药倒入到大碗里 加入25g白糖压成泥 怕胖的可以用零卡糖来代替 再倒入蒸熟的绿豆 15g蔓越莓碎丁 翻拌均匀 翻拌均匀 拌好后像这样 接着准备一个月饼模具 我这个规格是50g的 刷一层熟油方便脱膜 装入绿豆山药泥 装9分满即可 再压出花纹 这样就成了 我这些一共做了10个半 看是不是很有颜值 最后你可以搭配一些糖桂花 或是蜂蜜 或是果酱来吃 都非常不错哦 还可以先冷藏一两个小时再吃 口感会更佳 酸酸甜甜的清凉解暑又开胃 喜欢的朋友赶快试试吧